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 将撤销在武器贸易条约上的签字 称联合国将很快收到 美国正式拒绝该条约的通知 那么美国威胁退出武器贸易条约 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 对此都有怎么样的分析评论 我们首先来看看英国广播公司的观点 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 2013年130个国家签署武器贸易条约 次年正式生效 该条约监督成员国武器出口 确保其武器销售 不会破坏现有的武器禁运规则 虽然当时在联合国的协调下 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政府签署了条约 但是由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反对 条约没有能够在参议院获得批准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 其武器销售量比世界第二大出口国 高出了大约58% 我们下面再来看看美联社怎么说 美联社说美国威胁退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曾经花费3030万美元 支持2016年总统大选 是特朗普选举的支柱之一 特朗普称自己的决定是对美国主权的辩护 其实他的主张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不谋而合 特朗普威胁撤销签字 一方面是进一步拉拢该协会 而另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摆脱前任政府 一系列条约的束缚 此前他已经相继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和伊朗核协议 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英国路透社的观点 路透社说 条约影响美国国内的相关利益 武器贸易条约旨在打击非核武器的非法贸易 进而减少危险地区暴力事件的数量 这是第一个规范常规武器国际贸易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但是遭到了美国拥枪组织的反对 条约对700亿美元的常规武器业务 做出规范和限制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一直反对加入武器贸易条约 认为该条约会破坏美国国内的持枪权力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法新社怎么说 法新社说 美国退出条约与世界和平的愿景是背道而驰的 美国总统近日再次强调 为学校教师装备枪支的必要性 他坚持认为这是阻止校园枪击案发生的最好方法 特朗普威胁退约以及以暴制暴的言论 与民主党主张实行更加严格的控枪法相背 特朗普的每一次退约都令世界陷入更加深的不安全之中 此番威胁撤销美国在武器贸易条约上的签字 与国际社会维护世界稳定和平的愿景背道而驰 此番威胁运